这个男孩自幼就没有父母 七岁的他就开始做菜 切菜的动作也是如此的娴熟 接着男孩赶紧把火烧起来 晚饭不过是些蔬菜和马铃薯 为了照顾爷爷 男孩赶紧将做好后的饭菜 端着盘子送到爷爷身前 原来男孩爷爷年龄大了 生活也不能自理 幼小的男孩就要自力照顾爷爷 男孩用自己瘦弱的身躯 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爷爷 男孩很是乖巧懂事 甚至还将仅有的馒头让爷爷吃 自己却在一旁吃气几片小青菜充饥 吃完后男孩扶爷爷睡觉 帮他盖好被子 他们的床铺 仅仅是用一块木板和砖头组成 到了晚上 男孩便与爷爷同年 平时的时候 他则会背起着编织袋 在垃圾厂里捡废品 然后将捡到的东西取回收站卖钱 这就是男孩仅有的收入 然而可怜的收入根本无法让他和爷爷吃饱 这天 男孩在村子看到一辆小汽车 从窗外看到有个钱包 为了能让爷爷吃饱饭 男孩决定铤而走险将里面的钱包拿了下来 可走的时候 那辆车的主人突然注意到他 男孩飞快地跑开了 司机赶紧开着车追了过去 男孩一路狂奔 可汽车终究还是比人跑得快 男孩马上就被追到 危急时刻 他急忙逃入了一条小巷 因为道路狭窄 车主不得不下车去追 可当等那辆车的主人追上来的时候 男孩已经不见了 到家后 男孩担忧地看看车主到底跟没跟过来 接着他关上屋门 进屋第一件事就是给爷爷倒了一杯水 在照顾完爷爷之后 男孩取出了钱包 在里面找到了几张钞票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一笔钱呢 男孩把钱攒了下来 接着准备去收拾菜园 然而就当男孩干完活准备回家时 却有几双鞋子飞了过来 原来是村里的小伙伴 他们不仅歧视 而且经常欺负男孩 所以才会用鞋替他 不过男孩也不会和他们计较 就急匆匆地赶回家去了 回家后 他一脸郁闷地坐在厨房里 男孩不得不坚强起来支撑整个家 接着还用一个比他整个人都要大的锅 给爷爷做饭 有一天 男孩在捡垃圾的时候 路过了一所学校 看着里面正在上课 男孩很是羡慕能够上学 回来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倒掉了 不断地在垃圾中搜寻 寻找之前捡到的破数 由于小男孩不识字 没办法 他只能将那本书塞进了抽屉里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 男孩决定给爷爷做顿好的 于是把所有的垃圾都收了起来 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兑换成现金 然后当男孩卖出后 却得到寥寥几个硬币 根本没办法买菜 为了给爷爷买点好吃的 男孩迫不得已想起之前的钱包 于是从里面拿出一张钞票 随后男孩走进肉店 给爷爷买了个大鸡腿 一到家 男孩就急急忙忙地搀扶着爷爷 爷爷看着桌上的菜 问男孩都买了什么 男孩于是说了 爷爷我买了鸡腿还有菜 爷爷好奇他怎么才能买得起 十一了片刻 男孩说这是他捡垃圾赚钱买来的 爷爷自然猜出这些垃圾 不可能赚这么多钱 爷爷来吃个鸡腿 于是他拒绝吃男孩买的鸡腿 并告诉男孩 人穷之不能穷 绝对不能偷人家的东西 这个时候男孩没有说话 原来是爷爷猜到他偷的钱包 宁愿丢掉那只鸡腿 也不愿吃 男孩哭丧着脸离开了 他不明白自己有什么错 只想让自己的爷爷有一顿好吃的 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地训斥他 可爷爷也是为他着想 夜晚的天气很糟糕 雷声大作 大雨滂沱 男孩委屈地藏在一间荒废的屋子里 躲避风雨 思考了一晚上 这才感悟明白爷爷说的话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回家了 还向爷爷道歉承认错误 把偷了钱包的事情 主动告诉了爷爷爷 爷爷认为改过自新 就是个好孩子 然后叫男孩将钱包交还给主人 可男孩并不知道 当时车主是谁 于是想看看里面的证件 当爷爷查看了之后 这才知道那辆车的主人 是隔壁村的 于是男孩准备归还 不时路地他一路打听 没过多久 终于找到了隔壁男人的家 可他家里的门却是关着的 无可奈何之下 男孩只好先回家了 傍晚时分 并再次去了男人的家里 大门也终于打开了 男孩禁止往里走 透过房门 他看见男人此时在看电视 就在这时 男人正要站起来 男孩却胆小躲了起来 此时男人正在关上大门 然后就去厨房吃起了饭 男孩躲在厨房门后 此时电话响起 男人正准备拿电话 可当他刚走 鸡肠碌碌的男孩 看见桌子上有方便面 然后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可当他把方便面都吃光了之后 这才意识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措施 男孩推开门打算回家 于是将钱包放在地上 不料正好被男人看到 他从地板上拾起钱包 发现钱一分不少 于是打算跟上去 暗中跟着男孩一路来到他的家里 透过门上的缝隙 男人看见男孩在照料他的爷爷 目睹到了这一刻 男人瞬间心痛 接着推门而入 男人得知情况后没有怪罪男孩 相反还夸奖男孩能把钱包主动归还 就是改过自新的好孩子 了解到男孩家中的情况后 男人也决定自费帮助男孩上学 爷爷很是感激 第二天一早 男孩也是终于到了期待已久的学校 小男孩无以回报这份恩情 只能努力用功读书 而且善良的男人还帮爷爷看命 男孩也终于长大了 并通过努力上了大学 还交了一个女朋友 回到小时候的母校堆雪人 此时男人从旁边经过 一眼就认出了他 而男孩也看到了男人 两人相视一笑 如果要不是当初男人帮助自己和爷爷 那么也不会能走到今天 你愿意为这种人间的善良点赞吗 要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着美好的真情 如果每个人都能有一点点爱心的话 世界将会更加美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